мин kamu 字幕志愿者 属狗的朋友 今年进入犯态税 而对 vous的顷电数是刑伤之一 γ刑伤 凝是刑伐 désvalue 产� 是危险 先说事业间 由于犯态税是行ällt 今年工作 请收下脾气 尤其是平时脾气比较大的熟狗朋友 今年,我麻烦你们了 常常挂着一个忍字在胸口 如果不是的话 你老板,第一个就炒你 因为你是眼中钉 如果要发脾气的话 或者对着公仔发脾气 都挺好的 说到钱方面 画面营商 今年钱财方面 真的大出血了 一会儿要换冷气 一会儿要换洗衣机 有很多冤枉钱要洗 洗之前看一看 可不可以修理用最便宜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那你的荷包就没那么伤 另外一件事都不太好 说到爱情方面 今年太大脾气了 你会激走你身边的人 那就惨了 你很难才找一个适合你的人 结婚的朋友 今年夫妻之间吵架会很多 记得 对方不是你的出气袋 有什么事拿出来好好谈 那就很容易过你的生活 最后说到健康方面 今年健康范围是一些小麻烦 可能因为脾气太大 肝就会差点 传统上我们会说 肝屈醋 或者用中医把把脈 撿凉茶喝一下 可能对你有帮助 整体来说 熟狗的朋友 今年脾气是你的大敌 加油 我被分子只给60分 所以今年 凡事小心 修炼脾气 做一个忍者 你就很容易过 属主的朋友 恭喜你 今年黑十月心跳当中 你都投了三甲 今年记得 不要乱来 说你好 不等于你可以 随便闭上眼都会好 记得 首先第一件事 好的运气要把握 不好的也要注意 我先说不好 不如今年你的运气是好 但健康那方面 似乎是被我扣分 扣得最厉害 譬如说 以前很想去学爬山 想着今年运气好 应该不跌倒 不是 说得明白 健康这方面 我会扣你分 偏偏 你就算做了安全措施 你都会弄倒 所以今年健康那里 要注意一下 否则 变成了猪蹄猪手 先说一些好的东西 今年事业运 其实挺不错的 去年有些事情你做不到 甚至乎你觉得好卡 又或者是觉得 做一下做一下 一半又好像要重头来过 今年不会了 属猪的朋友 今年很多东西 都有新的机会 事业运上有贵人 记得 当有人走过来身边 跟你说 你不如试一下这一样 走出一步 勇于尝试 今年不错的 至于说到赚钱那方面 我挺不值得你的 因为今年 你就像个皮丘那样 有入无出 赚到钱 记得要存起它 说不定你今年可以买楼 改造爱情方面 今年是有些新景象的 不过 你也是会 犯上同一个毛病 就是三心两意 又想这个又想那个 但是最后 可能会落空 简定了 勇于尝试 和对方表白 说不定很快 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喜讯 总之记得 熟悉的朋友 今年运气不错 努力加油 有什么去试一下 熟悉的朋友 来到2021年 很多人都会说 熟悉的朋友 今年运气不错 不过我就唱反调了 我就不觉得你好好 人家先苦后甜 你就反过来 先甜后苦 今年对于你来说 这个所谓合态税 并不是对你好好 说明合 就会是半脚石 你做很多东西 都好像被人扔着衣袋 扔着腹脚 想多步都行得很辛苦 在事业方面 好像表面上有很多机会 但其实这些机会 到最后 都不算是机会 反而对于你来说 是个大难题 今年遇到一些新的事物 尤其是别人告诉你 不如我们试试这样做 又或者不如串下工 我劝你就不要了 守舊有时 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说到爱情那方面 说到明了 今年很多半脚石 是的 如果今年想着结婚的朋友 我想你未必 那么容易结到成婚 可能对方 家里对你提出很多要求 而你又未必做到 那不如或者 趁一趁时间再结婚吧 不要那么急 过一年结婚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 会更加好的 至于单身的朋友 说到明今年是半脚石 想追又追不到 想走一步 时间又不对 那不如考虑一下 今年单身吧 或者自由身 对你来说 今年比较适合 说到健康各方面 哎 半脚石对于你来说 真是麻烦 今年健康 一有少少问题 少少病 人家可能两个星期就好了 你偏偏要拖 可能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都还未好 给点耐性 或者找个中医 帮你调理一下身体 反正中医也是慢慢医的 认了条数可能对你更加好的 最后说到钱的方面 半脚石对于你来说 今年都挺麻烦 有些钱预备了想花 但又花得不对 今年趁早 在研头的时间 做好一些 我们说财务上的计划 计好今年预备要花些什么钱 或者哪些东西你没想过 找人给一下意见 说不定你的钱财 会花得更加好 总之 今年熟悉的朋友 稳稳稳稳稳稳稳 慢慢走 记得先甜后苦 是很难过的 不要紧 加油努力 计划好就没事了